我是万万没想到 把豆腐和韭菜一起做 出锅居然这么好吃 两种食材的成本不到五元 就能做出一道非常好吃的家常菜 那么请朋友们看一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两元的豆腐将它切成厚一些的片 然后切成宽条 再将宽条切成均匀的块 切好后装入碗中待用 接下来锅中烧水 加入一勺盐 水开后下入豆腐 这一步呢可以去掉豆腐的豆腥味 而且呢可以使豆腐的口感变得更好 水开后焯烫两分钟就可以了 咱们将豆腐捞出来 放入冷水中给豆腐投凉 如果豆腐不投凉的话 很容易就会粘成一大坨 会影响待会的操作 就像这样放在水中就可以了 接下来再准备一块钱的香菜 将韭菜切成均匀的段 全部切好 装入盘中 拜用 大蒜少许 拍扁 将大蒜剁成末 装入碗中 带用 再来少许红色的彩椒 将它切成均匀的丝 这个彩椒呢 口味偏甜 没有辣味 就是用它来搭配一下颜色 如果没有彩椒 可以不放 装碗带用 调个料汁 碗中加入生抽 蚝油来上一勺 加入少许白糖 少许食盐 一点点味精 少许白胡椒粉 再来拌碗清水 用勺子搅拌均匀 放在一旁 来用 下一步 碗中打入两颗鸡蛋 用筷子搅散 搅得越均匀 越好 这个时候呢 咱们把豆腐控水 把鸡蛋淋在豆腐上 下一步锅中 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把油扫热 油热 把鸡蛋液和豆腐全下入锅中 先把底部煎至略微定形 然后再翻个面 这个步骤呢 要多重复几次 保证豆腐和鸡蛋受热均匀 这样呢 煎出来的颜色才会更好 最后把豆腐煎成迷人的金黄色 捞出 装入小盆中待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